警方国安处第一次引用港区国安法第27条宣扬恐怖主义罪 拉了四个港大学生会和评议会的前成员 或他们早前通过议案悼念七一刺警案的疑犯 港大学生部学院报道 警方要求学院总编辑等三个人协助调查 港大说案件正在调查不作评论 港大学生会评议会月初通过动议 对七一刺警案的兇徒离世表示心似哀悼 港大和政府之后强烈谴责 评议会撤回议案并且道歉 全体学生会干事会和有评议会成员辞职 警方国安处上个月中曾经去到港大搜证调查 事隔一个月 国安处朝早已涉嫌干犯宣扬恐怖主义罪 拘捕三个港大学生 年龄介乎18至20岁 消息指被捕的是前学生会会长郭永浩 学生会评议会主席张敬生 和评议会成员 慈问学院学生会代表容忠希 港大理国研堂学生会代表杜林承亨 就被警方预约拘捕 早早去到北角警署 警方说回看会议录影 说学生会和评议会成员 当日就着刺警案疑犯的势势默哀 又形容他为香港牺牲 又利用直播宣扬相关动议 认为已经违反宣扬恐怖主义罪 这个动议其实我可以形容是 令人是相当诈舌的 一般情况来说 他已经有一个意识到 这个是一个恐习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在会议的里面 他也都有说出了 他自己对这个事件 和他一些政治上的看法和要求 这些正正就是一个恐怖主义需要的元素 是否凡是悼念就不行 当然就不是 但是悼念的成分是加入了一些美化 例如我们说回七一那个元素 美化了这个杀人 美化了这个恐怖活动 美化了这个自杀式袭击的行为的话 这件事就不能了 警方又说当日的动议30人投赞成 两个人欺权 没有人反对 其他与会者又有没有违法呢 李贵华又说 即使学生会和评议会成员 早前接回动议 但是不代表他们没有违法 根据法例干犯宣扬恐怖主义罪 情节严重可以判5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 凭者可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其他情况就判5年以下监禁 母线电视机第一流进入步道